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全民的这样医改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 政府在这个医保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在逐渐的增加的 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烟草消费 控制由烟草的消费所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所以这个从收和支的这个两个方面来看 从这方面采取措施来控烟也是有必要的 那个医疗这方面支出更大 比烟草这块利税还大 所以里外里算不合照 有人说那早不合照 为什么早不这么干 问题是原来那个支出是分散到各个部门去 而烟草这利税直接拿到政府部门做财政收入 它有一个分配过程 如果假如说收和支就是一家来干 可能老早这事就实现了 所以就算社会总成本来看 你这个烟草行业这些财政收入 抵不上因为抽烟带来的健康危害付出的医疗成本 所以这么礼拜里一算 你提高烟草税控烟就是必然的 你要从短时间看 所以你这个烟草税提升了 是会有一些人的少抽烟了 可是由于这烟草税提升价涨了 这方面带来的税收就抵消了少抽烟的部分的税收 所以短时间看 收烟草税会提升财政收入 但长时间看 会有相当多的人因为价钱贵了 不抽烟或者少抽烟 这个从长远的角度看 政府的烟草财政收入税收必然会下降 所以说综合这些我们来看 中国政府这次提升烟草税 它是出于一个正义的目的 是要去控制烟草这个行业 而且这一次说调整烟草税 有人说你为了控制烟草行业 那咱们以前也不是没调整过 1994年打有烟草这个税入以来 到现在经历了好几次提升烟草税了 那为什么没有起到控烟的作用呢 是因为在此之前 包括2009年那次调整 只是把税收呢调整完了之后 烟草行业内部消化了 就是没有直接造成烟草涨价 说白了就是呢 这个影响没有传递到消费者身上 就真没扎到消费者身上 他不知道疼 所以没有起到控烟的作用 那么说这次 为什么就会起到控烟作用呢 大家处在一种争议状态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那个 做这个辩论的节目时候 也涉及到烟草提税 会不会遏制烟草行业 会不会起到控烟作用 有一些专家认为不会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你看 你降格高了 抽烟的人就少了吗 不见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